大家好,歡迎來到廣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Subscribe我們這個頻道 開啟旁邊的小鈴鐺,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 第四場,泥地五班前嫌威,8點15分開跑 1號有艾君子,133磅,詩隱騎十當,高派生馬防 這隻馬本身的速賽頻率都不正常 他曾經試過泥地,但是... 跑得...大敗回來,所以我想這隻馬這場都機會抹馬 2號標之智慧,133磅,潘頓騎四當 蘇布拉馬防 上場梁家俊騎,在內蘭失了也有個第三 看到他最後的200位,失完之後再衝上來 證明這個場地這個分數很有著數 這場換了潘頓騎,我想機會會大增 3號美麗歡呼,132磅,包到騎七檔,賽亞向馬防 上場的第三不應該那麼高估 因為上場的場地是你內蘭 而美麗歡呼正正在內蘭賺到一些形勢 他曾經試過跑泥地一次,但是沒有表現 這隻馬其實已經失望了,我想這場也沒有太大機會 4號翡翠劇院,132磅,梁家俊劇3檔,日本分馬防 雖然他曾經贏過1200米泥地,但最近那兩次都是大敗 而且這隻馬是沒有任何健康問題,這個表現真的很失望 我想還是要再觀望一下 5號安田之寶,132磅,賀銘連騎,守一檔,丁國雄馬防 這隻馬上次也是沒有原因那麼大敗 完全是很失望的,雖然他曾經在法律局試過跑第三 但之後那兩場都是沒有什麼表現 再加上他從未試過跑泥地,也有待驗證場地的能力 6號福氣多多,131磅,馬尼拉騎12檔,雷劍威馬防 這隻馬跑泥地很厲害,在1200米都贏了3次 縱觀這場馬,也沒有哪一隻曾經贏過頭馬 相反他在泥地上也很好表現,這場是值得留意的 7號日日9,129磅,斑德禮騎,9檔,文家良馬防 本來這隻馬在這個路程也曾經試過跑三個第二 雖然對上那一場,第十名是有點不知為什麼 但是他這次賽前已經試了貨集,貨集也不錯的走勢 希望這場可以回復他應該有的水準回來 8號紅酒之星,128磅,莫德尼奇一檔,容天彭馬防 雖然最近神粗有加強操練,也有試習 但是他跑了那麼多場,也沒有試過有任何走勢表現 再看看吧 9號帝豪寶鎅,127磅,田坦騎,吳當,蘇維然馬防 上場最後的400馬是做出最快的末段時間,僅僅追到第四 最近試習又贏了,他的狀態已經上了力了 而且曾經在這個路程贏過馬,所以我覺得這場值得留意 10號好公勢,123磅,何宅搖騎,陸檔,取石馬防 這場馬曾經在這個路程上跑過兩次第二 而兩次都是何宅搖騎,人馬算合格的 這場的機會都不小 11號金剛石,121磅,蔡明少,二檔,鄭準馬防 上次終於贏到了,跑了那麼久 那這場呢,還要有內檔之力 這馬的狀態沒有低落到,賽前還試了貨集 這場很大機會可以再贏一次 12號傳中,117磅,任命輪騎,八檔,何良馬防 這批馬就由蘇寶羅轉了過來何良馬防 在蘇寶羅的時候已經曾經試過在泥地跑過一次第三 今場比之前上名那次再輕多兩磅 頭三名的機會都不小 那這場呢,就要二號標之自衛 上場最後二百米呢,受了,然後都會馬上衝上來 僅僅輸過第三 整場走得不錯,今次換了潘盾應該就不會再失車了 這場來說,很有機會保重 接著是11號金剛石,上場終於打開了勝利之門 最後加了不多,今次又有內檔,有拳打一打就贏了一場 之後就要10號好攻勢 上場他是力抓一隻金剛石的,但再追不像一個第二 今場形勢其實跟上場差不多 都是差頭三個有力分子 之後就再要一隻9號帝河寶駅 上場他也是跟好攻勢金剛石同一個場次 而他是後上追過第四 不過他的跑法很吃虧,好看那天來的有沒有追 沒得追來講的話,基本上他很難發發他的威力 還有尼迪很好的勢力的6號呼氣都多 他尼迪的勢力就不用多講 但未必夠側身後山馬跑 如果前面的馬有什麼犯罪,他都有機會上來涉到 最後就加了7號29 雖然上場不知道為什麼輸到一點走勢都沒有 但之前四場尼迪不是第二就是第三 而今場又用回前一次上名的邦德黎 可以給他一次機會 而這場提供就是二十一十九七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內容的話 可以按一下訂閱這個鈴鐺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跟我們交流的話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